所以这种磨玻璃结尖不要带这种胶片 我不懂 对 现在就懂了 以后检查都是要 他医院有吗 这个二维码一扫就出来了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 你找起医院 找起最后来站 工作好的医院 对 不懂的话就问问医院 因为那个胶片 这种磨玻璃结尖又小 看不出来的 有时期 我吓死我了 你这个结尖相对大时期 但是我看了你报告 二年也是时期 对对对 第一次也是 都是这个数字 如果一直都没长 最少说明它是安全的 就不会是癌吧 不能这么说 就有的惰性癌也会长得很慢 或者不长的 有的惰性 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这个了 还是一个原胃癌 或者微净润癌的可能性大 看到吧 我这里放大了以后 来 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 看到吗 你从我的屏幕上看 哪里 你从我的屏幕上看 看到吧 就这个 这个范围 这里这是磨玻璃 就密度很低 里面有一些血管 血管聚集的 那个白点点 白点点就是血管 所以你这个了 可能还是最早期的肿瘤 像原胃癌 微净润癌都有可能 但是它密度很低 二二年到现在又没变化 所以它是安全的 我是建议你继续观察 你有八十岁了 快 七十六了 七十六 对 继续观察 所以我建议你的观察比较好 因为它一直都三年了 二二年到现在两年多了 没变化 如果发生变化 或者是你现在想把它早点 你觉得身体好想处理掉的话 也可以 因为这个结节长得很靠外周 就在这个边边上 做一个先行切除就可以了 所以观察是安全的 那么性质是明确的 如果想做也可以做 因为它长的位置 不想做呢 不想做就定期复查 半年查一次 半年查一次 对比没变化就一直观察 如果说变了就一定要做 好